如何理解社会分层这一概念 人的社会阶层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 基于各种因素的等级排列 导致资源、机会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它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的组织方式 以及人们在社会中的定位 以下是帮助您了解社会分层 及其决定因素的一些要点 一、等级制度 社会分层创造了社会中个人或群体的 等级制度或排名 处于等级制度顶端的人 通常拥有更多的权利 财富和地位 而处于底层的人 则拥有较少的资源和较低的社会地位 二、多维度 社会分层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 而是涉及多个维度 其中关键维度包括 经济、财富和收入是主要经济因素 收入和财富较高的人 通常有更好的机会获得教育 医疗保健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职业 人们所做的工作类型 会显著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 医生、律师和企业高管等职业 往往比工资和声望较低的工作 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教育 教育在社会分层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受优质教育可以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机会和社会流动性 社会、种族、民族、性别和宗教等社会因素 也会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 基于这些因素的歧视和偏见可能导致不平等待遇 三、相互关联性 这些维度是相互关联的 例如 一个人的职业可以决定他们的收入 进而影响他们获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 社会因素也可能与经济和职业因素交叉 导致复杂的分层模式 四、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是指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向上或向下流动的能力 教育、精英管理和经济机会等因素会影响社会流动性 在一些社会中流动性相对宽松 而在另一些社会中流动性则更为严格 五、不平等 社会分层导致不平等 在任何社会中 一定程度的不平等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不平等的程度可能有很大差异 社会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收入不平等 医疗保健和教育差距 这些都是社会分层程度的指标 六、制度和结构因素 社会分层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现象 而且还受到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政府政策、经济体系和文化规范 它们可以加剧或减轻社会不平等 七、历史和文化背景 社会分层是由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分层体系 这些体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以适应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了解社会分层对于解决社会不平等 和努力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至关重要 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研究这些因素 以制定减少不平等和促进社会正义的战略 感谢观看